来看到这起案件 这台素创办人王勇气的女婿 大众集团董卓简明人 昨天她遭到检调搜索约谈 我们来看到简明人是谁 她是农民革命运动家 简吉之子 同时她也是王勇气的二房次女 王雪玲的先生 而这一回整起案件 就是因为大众电脑集团 下面的广人科技公司 涉嫌和同集团的财重电脑公司 签立了不时的买卖合约 接着又向中国农民银行 还有中国建设银行 来申请开立信用状 而大众集团的出纳李慧玲 她在取得了信用状之后 连同了买卖合约 又向美商富国银行 台北分行办理32次出口押会 取得了银行32亿元拨款 三十后是全数清床完毕了 但是由于在财报上面 没有如实来揭露相关讯息 因此涉及了违反证券交易法 相关规定 江林琴 简明人被检方预令 五百万元招保 所长申请还好吗 面对媒体 简明人不解释 反而关心律师怎么回家 检调监获检举 大众集团两间子公司 假造CPU买卖契约 再拿交易凭证 向中国农民银行和建设银行 申请信用状 最后再找美商富国银行 办三十二次押会 取得三十二亿 大众集团特助 王继前曾担任会计主管 负责公司财报 复讯后五十万交保 出纳李慧玲 也是被告交保金额三十万 尽管全案不法金额 已经全部偿还 银行实际上没有损失 仍因为简明人身份特殊 格外受阻 简明人妻子王雪玲 是台宿创办人 王永庆的二房女儿 结婚后 共同创办大众电脑 原本是王家第二代 创业典范 但大众电脑连年亏损 不再风光后 简明人曾被岳父责备 辜负小股东 王雪玲也埋怨他 如果一直当教授就好 不要创业 这次卷入假交易弊案 大众集团声明 全力配合调查 业务没有影响 但简明人既然是集团决策 最高层级 要安全脱身 还有段路要走 记得有综合报导